第六号中度台风烟花 随着第六号中度台风烟花逐渐北上远离 气象局也在11点30分解除了烟花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未来会持续朝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 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进入中国华中地区一带 在台湾徘徊好几天迟迟不动的中台烟花 周六上午11点台风中心位置已来到 台湾东北方360公里海面上 虽然烟花已经已温位越来越远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风影响 让中央气象局在11点30分解除海上警报的同时 发布了陆上抢风特报 尤其是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9到10级的抢正风 不要打海边活动的朋友们不要小心了 虽然警报解除了 但是台湾今天各沿海的风浪还是明显的偏强 而明后两天台风虽然逐渐的远离 但是在北部东半部南部以及同湖的沿海 还是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 这几天台风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雨量 狂贯在北部山区根据气象局统计 从周三到周六十一点为止 最大降雨发生在新竹县的山区 有达到714.5毫米 北部其他盛世山区最大累积雨量也有500到600毫米 气象局提醒北部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 让平壤含水量增高等力松动 甚至还要小心潭坊落石跟吸血暴涨 看看这一头在北头全文路的一处烟波 早上六点多就有无辜的车子 不小心被坍塌的路数给砸到了 好险没有人受伤 而且随着烟花台风在周六下半天远离台湾后 北台湾的降雨也会在中午过后出海下来 但台风走了也默默带来西南风 接下来呢就换周南部的民众 要小心被大雨袭击 而到了今天的晚上之后 随着台风远离 台湾附近风场转为西南风 在南部以及中部地区 从今天晚上之后要留意 降雨几率就会开始逐渐的提高 气象局也说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 中南部地区在未来一周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所以出门最好带着雨伞比较实在 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天气 到时候可是会跟中南部差很多 而同时在西南风的影响下 属于被封面的北部及东半部地区 在未来一周则是要留意 比较容易有高温出现 可能中午前后会达到35、36度 或说回来一看到这张台风路径图 你肯定有发现 台湾旁边又悄悄生存了 第10号台风尼伯特 难道才刚走了一个台风 又有另一个潮就我们过来了 目前除了烟花台风之外 在太平洋上还有昨天晚上生成的 第10号台风尼伯特 不过尼伯特台风未来的路径 预计是朝日本的东部移动 因此对台湾没有影响